他也是在人在 OK 開始了 現在要說明的是 其實就是把老師的學校成功表再做一點過充 因為本身是一位數學老師 所以我的目的是 要讓普通教學學員能夠有個自學的環境 那我在這次的家長裡面加入了 即時回饋跟 的設計 那即時回饋如果答對會增加這個 RGB三色燈的提示 答對是變綠燈 那答錯會顯示 那另外就是 會利用到Google的語音的部分 如果答對了我們就恭喜他 不對的話我們就鼓勵他這樣 那這個設計的目的是 期望促進學者三語 讓他能夠達到經手學習 那未來只要是增加其他外部感應器 例如剛才我試著用風靡 但是時間不夠 所以我就沒有再加入其他外部感應器 那未來期望能夠增加其他出入感應器的應用 那接下來看一下程式的話 其實組程式跟老師講的差不多 但是我是在單純的一個問答系統裡面 三乘六等於多少 如果答對我們會 會 這個燈會亮 然後跟他講是綠色的 你答對了 這是這個部分 那如果答錯的話 答錯的話會跟他說答錯 那這個就會變成紅色的 跟他提示他 答錯了再加油 那最後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我最後如果會增加一個變數的關係 就是如果得分是答對了 那我會給他一個 就增加一個變數 就是應用老師所教的變數 如果計算總分是得到兩分 那如果答對兩分 那如果答對超過兩分 那如果答對超過兩分 那這邊其實距離火車站蠻遠的 我雖然還抱持著一顆 跟邱惟特老師學習的熱神的血 所以期望能夠再繼續參加進階的課程 然後如果下次演習的地方 那建議是可以到 距離火車站比較近的地方 這是我的方向建議 謝謝